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介绍一个多功能的包包 它平常就是这样一个小包 然后品质非常的好 你看都那个做工很精细 然后那个布料用的很好 然后它平常就是这样一个小包包 然后上面这边有拉链 看 先看一下内里好了 内里做得很完整喔 里面还有一个小按带 然后这边还有两个袋子 然后现在我们看一下 它这边有拉链 然后后面还有一个 好 这边可以放东西了 然后平常你可以这样子背 然后也可以另外一种背法 就是这边有扣子把它扣起来 然后就变另外一种包包的背法 比较时尚一点 比较新潮的背法 这是另外一种背法 好 看到了 然后我们现在要来再把它变化 那可能我们在旅游的时候 你可能觉得这样子的包不够你放东西 它可以加大的喔 看 这边有拉链 我们把拉链放开来 它就会变成一个大包包了 好啦 你看吧 变成两倍大的 有没有 现在变得这么大了 然后空间变得更大 可以放更多东西了 所以它这是一个很多功能的包 平常你可以当小包包用 那如果你的东西太多了 你就把它变成大包包 就是让我们出国的时候使用 刚刚忘记说了 这边有一个这个袋子 就是要让你放在那个 行李的杆上 就这样子 推着走了 店银腿走 swing Brid hacer 一件事情 就这么说了